财政预算案反映未来土地供应将大幅减少,以至政府推出的住宅地。连环取得不足成绩,发展商亦落于承接。计市区启得地皮或发展商以高价投得后。 新界大布白石地皮亦同样以高价售出。日前大鱼山地皮更以市场估值上限价成交。充分显示地价具相当支持。投标价亦十分接近。反映地价极具竞争力。 至于大鱼山地皮以高价成接。应是因政府昌以明日大罪。对该区未来楼市前景有极大憧憬。该幅地皮吸引九个财团入标国族。最后更以高于市场估值的上限价成交。近期政府推出的住宅地皮。都获得理想成交价。而且以高价成交为主。 这或多或少与政府未来推地政策有关。其中公司仍房屋改为73比。相信对未来施楼供应有一定影响。 预期政府推出的土地。细成发展商目标。加上政府明言推动明日大罪。于区内大兴土木。未来区内人口将大幅增加。 住宅发展亦随之启动。令发展商对区内前景乐观。其中政府推出的地皮。每次都有不逐反应。 今次更由中之财团以市场估值最高上限价投得。反映财团对区内地皮有极大决心。 了未来推出的地皮。仍可吸引一众发展商以进取价投标。一间外资测量施行董事指。市区地皮买少见少。 加上大财团分以高价抢夺。故形属低水的大鱼山地皮也吸引财团增逐。加上政府锐意发展大鱼山。区内地皮有价有市。 政府近年持续推出大鱼山长沙住宅地。造价亦相当理想。日前有地皮以每方尺楼面地价1.27万批出。 以属市场预期上限。反映发展商对政府昌耳的明日大罪及大湾区前景充满信心。 加上未来交通网络及规划将更完善。故对长远前景感乐观。